4号往生了 有华之前也提到 红中秋有两本小小的成功笔记本 但这成功笔记本 没有交还给家属哦 这成功笔记本在哪里呢 居然还在五四两旅的旅司令部里面 还在五四两旅旅司令部的某位军官的桌上 因为到了7月19号 那两本本子还有被人看到 而且不止一个人看到内容 许多的高情观都看到内容了 我们必须讲 红中秋的死亡笔记本 它试射了五四二旅的高层 他们违法滥权 还有更重要是否有贪污的行为 或者是盗用军品的问题 或者将军品外卖的问题 这个就严重了 这就促成了五四二旅的高层 为什么非把它送紧币 况且离退伍时间已经不到十天 为什么非关它紧币 非把它送到紧币是超到死 我想这两本死亡笔记本 它里面一定有许多不可说的秘密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偶然看到了笔记本的内容 而他事后的回想 他跟我联络的时候 他直接了当跟我讲 他说各位晓不晓得 在七月三号 左线天皇 无意足 他们赶到天成医院 又赶到三种的时候 有电话回来 就请刘彦俊等人 副连长 赶快去搜 搜谁 搜 洪仲秋的内务柜 那洪仲秋的内务柜 它分成三大箱 就是一个黄浦背包 还有他用过的书籍 还有他日用的冠西 这是放在一类 其中有两本死亡笔记本 有两本死亡笔记本 在七月三号的时候 就被搜走 截至目前为止 都没还给洪家 好 七月八号 七月九号 我们首度点出了 何江中对体检官跟 新府官施压 而促成了 洪仲秋被关紧闭 我们讲完了以后 我们一直到七月十六号 我们正式点出何江中的名字 对不对 七月十七号是不是收押了 对 好 七月十七号收押的时候 你晓不晓得五四二旅的高层 他做了什么事 他紧急的把各个单位的主管管通通找来 通通找来 他们是研判 就是他们研判四个方向 第一个 先查泄密 是谁告诉张友华 况且那个时候 我已经谈到医务室的问题了 所以也就是说五四二旅 把所有高情官聚集起来 谁把这个讯息透露给张友华的 对 他们先查 要揪出那个鬼 鬼 好 第二个 就是说洪仲秋 他生前他做过什么事 他们再查个一遍 然后第三个 那你晓不晓得 他们就开始进行所谓的一连串的应变计划 那第四个 这两本到7月19号 由监察官放在桌子上 各位晓不晓得 监察官拿这两本干嘛 各位晓不晓得 都在影印 影印 为什么要影印 那个时候看过的 大概是沈威智 那时候看过的 大概是戴家友 那个时候看过的 大概是监察官 那因为少数人看过 但是你涉及到了整个的是 旅的行政作业的时候 各位晓不晓得 当然其他人他都要分 分配给他们看 然后我们统一口径 有一个说法 从统一口径 你有一个说法的时候 结果一些神秘的数字出来了 像油料 军用车 民用料件的问题 民用料件的问题 但这三样东西都是大问题 对 都是大问题 非常严重的大问题 那我坦白跟各位报告 那我坦白跟各位报告 这两本当中的一本 是干什么的 一般的刑事例 就是说我什么时候派车 那我明天我要做 那个什么事 一般的 就是这个 好 这个完了以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所以也就是说 两本笔记本 一本是洪仲秋 他记的一般的事件 包含了什么 一些有的 一些口令密码等等 但是呢 另外一本记的 就包含了油料的出车 出车的状况 油料 车辆的维修 车辆的运补的资料了 对 那里面有没有记一些金额啊 有 有金额哦 我看过的朋友跟我讲 他说 里面是有一些数字 连他都看不懂 只有相关夜管单位知道 原来就是因为有些 关键数字在里面了 对 就是因为这样子 当发生洪仲秋事件 他们偷偷摸摸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我的朋友就回过头来 说那你仔细看一下 洪仲秋理应座谈会的关键诺头 沈威志为什么要点名他发言 真正的关键就是这个 原来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真正的关键了 所以后来沈威志才会私底下 把洪仲秋早去约谈 对 就是这样子 其他的都还好 对不对 那现在的问题来了 那看来泛逸已经出现了 那个刚刚就是泛逸了 那个就是泛逸 除了泛逸以外 真正来讲 各位晓不晓得 这个是四色汉光 汉光演习前 五四二旅去申请了很多的料件 但是没有下来 但是他们动资的相关的金额 去向民用街 那个是独特的一家厂 而这一家厂长期以来都是由范左宪去包揽他的 就是说他是左宪天皇为他的恩人 所以那一家厂对左宪天皇都很好 除了很好以外 各位晓不晓得 当汉光演习结束以后 这些料件下来 我现在问沈维志 我问何江忠 我问戴家友 你们把这批料件 你把它放到哪边去 有没有卖掉 还是转卖 还是能拦在仓库里面 那这一点 我想请国防部的阵风寺 督察室 我想请监察院的监察委员 你们先去好好查一查 军高检 你要不要查 这批料件究竟现在是在仓库里面 你还是被罪群混蛋 通通都卖到民间去了 然后以后再有问题 我再从民间买回来 这种盗卖军品 如果是一个集体犯罪的行为的话 那他们关红仲丘的动机 是不是就隐藏在其中 因为魔解 那个魔鬼都在细节中 所以他们从上到下 要关红仲丘 就跟这两本死亡笔记本 那有关系 如果没有关系的话 它何必引印 它又何必进行相关的灭阵计划 我再说一次 这些汉光演习后 补充给五四二旅的所有的料件 请问 在不在仓库里面 该不该查 该不该查 看看五四二旅在汉光演习之后 他究竟跟国家申请了多少料件 有多少料件流落出去 而这些料件能够出得去 你不觉得其中有鬼 而这个鬼究竟是谁呢 是一个人所为吗 绝对不可能 是一个集团所为吗 那就有些可能性了 可是我们注意一下 洪仲秋在7月3号的当天晚上 他已经命迷了 可是呢 在7月3号的当天的时候 有一个人被记大功了 这个人叫做范佐宪 谁记他的功 连长徐姓正 那为什么范佐宪可以记大功呢 X先生今天到了新竹 又走了一趟 他带给大家最新的消息 没有错 整个问题好像看起来 起始于一个东西 就是汉光演习 但其实据我们查证 其实范佐现在这阵子 被记的大功 其实不仅仅只有 这个汉光演习这个大功 等一下 他为什么记汉光演习有功啊 对 可能他晚上有在实弹操练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功劳在 但吕布莲的战车 他明明是车长 吕布莲的战车 不可能下去打澎湖的汉光演习 没有错 要出去也是所谓 战车联出去才对 要不就是战车营派的战车联 不战协同出去打压 没有错 那武士将军一发弹都没有射出去 那你是怎么可以 记到这个大功呢 对啊 还有另外一个大功 他明明是车长 明明是在旅司令部 要守旅司令部的人 怎么会跑到澎湖去啊 没有错 所以说他还被记了另外一个功 还有个功 对 那个功叫做什么 修散营区有功 因为他很喜欢去修营区里面的东西 因为修营区的东西有一些 Commission Commission 对 所以说他真的是修散营区有功 像之前监视器或者是 除草机这些的 他都时常去修嘛 所以他那个大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汉光演习29号演习 当时他被记大功的一个理由是什么 是说他对上级交付的任务 尽心尽意 所以何以记大功一次 但是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就吊诡啦 他是一个上士哦 又在吕布莲里面 没错 他就是只是一个吕布莲的上士哦 那整个上士里面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一件事 你一个吕布莲的连长 你怎么可以帮一个上士记大功呢 对啊 你想想看 如果是吕司令部里面 进行高师作业的话 功也不会在一个上士身上 没有错啊 所以说我们范左仙 就好像是演了三国无双一样 就一个小兵力大功了 所以被记了一个超级大的大功 整个就是很吊诡嘛 最重要的是徐姓正这个人 他是连长 他还没有帮范左仙记大功的权利哦 所以说他在6月25号的时候 他本来要帮范左仙记大功的 可是因为他权利不够 所以他一路把这个文送到给吕布 然后最后由吕长那些签成下来 这个功就跟紧闭式一样快啊 就直接记到范左仙身上 7天之内就记过去了 哎呦 他记功速度这么快啊 记功速度就像他开视频会 跟送紧闭一样 非常的有效率啊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那应该都是对人不对事吧 没有错 不只是对人不对事 我们还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哦 这次最奇怪的就是 这个汉光演习啊 他是在澎湖举办的 所以说蓬坊部才是主力的火力单位嘛 还有一个支援的单位叫做两腰炮子部 炮子部就是桃源的两腰炮子部 对 他是火力支援的单位 但是两腰炮子部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上市 因为整个汉光演习这整件事被记功哦 天啊 他们把装备大周章的车 劳顿的到了澎湖去居然没记功啊 但是我们的范左宪范天皇 他记了一个大功 住在五四两旅 你就可以记到汉光演习的功劳 真是不简单啊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功劳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6月25号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时间点 6月25号是什么时候 就是当天早上一大早5点半 视频会 没有错 大家都还没有在找点名玩点名的时候 视频会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整个视频会召开了 然后一路主导整个视频会的过程 最后就决议说 当天要送洪仲秋去关紧币 这是不是就是很奇怪一个时间点 大家还有看到另外一个时间点 最后整个大功记下来的时间点 是什么时候 7月3号 7月3号的时候 吕布终于把这个大功给 审核给洪仲秋 但是当天洪仲秋却发生了什么事 洪仲秋操练过度 不知倒闭 结果当天刚好 范佐宪得到了大功 洪仲秋倒地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时间点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第一次 我们可以去大功的时候 因为还有视频会嘛 你把整个流程都加速了 所以我记你大功啊 这真的是大功一件 因为我们终于把眼中兵给送去关紧币了 对啊 最后7月3号审下来 眼中兵倒了 眼中兵倒了 大功赶快给你啊 是啊 他就可以去考试官长了 对 大家还忽略了一点 对 大家还忽略了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